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美聯Lily 今天想和你們介紹一個 再用三邊海景的三房套 豪華裝修海景單位 記住登入我的Youtube頻道 Lily Trump 審候你 按訂閱 訂閱 然後按鐘仔 那你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了 今天想和你們介紹這個單位 是位於天璽的黃鑽璽極高層D室 實用面積1070平方尺 它是由四房套改造成三房一套 連工人套房的間隔 客廳變得非常明亮 L型的間隔 整體這間屋是被三邊海景環環包圍住 而且位處於高的樓層 你會覺得採光是一流的 事不宜遲 給我看看這個一買即住的豪華單位 今天要和你們介紹這個單位 一層是有五火、兩個升降機 而它的位置就是這個corridor的末端 整體黃鑽璽、入住率、火數也不多 所以這裡的私隱度相對地比較高 而且這個單位進來時有一個圓關位 可以隔一隔 鄰居經過你門口 也不會看完住戶裏的情況 好,不說那麼多 跟我進來一齊看看吧 進來後,你會經過這個寬敞而明亮的圓關位 轉個彎,我們就來到L型的客廳 大概有328平方呎 闊度分別是11.6至18.2呎 長度是9.3至23.1呎 是不是覺得非常明亮呢? 因為靠近廳左邊的房間 牆壁已經打了 所以一整過,你會見到 九龍站的城市景 里縣門海景 部分的維港景 九龍站貴重物業 以及圓方上蓋的圓景 非常之舒服 開陽的 這間屋,樓底高度是10.1呎 彩光絕對一流 放了這麼大眼燈,你也不會覺得廳很壓迫 過來我們一齊看看廚房的位置 這個廚房是L型的報告 全部都是採用upgraded的電器、家電 除了有Miller 亦都有Subzero的雙門雪櫃 同樣都是一海景 這裡還有Groula 你可以在這裡烤牛扒也可以 你看看 這裡放了這麼大的餐桌 旁邊做了一堆櫃 放了這麼大的水晶燈 都還有很多很多位置剩的 跟我過來 客廳的右邊 就是看看主人套房 這個主人套房 未計浴室位大約有120平方尺 幅度分別是10呎,長度12呎 整體是非常明亮的 撇除你可以看到啟德郵輪碼頭景 你還可以看到部分的維港景 IFC你看到嗎? 這個床這麼大張 絕對做到三邊落床的效果 衣櫃位也是向上發展 收納的空間是非常多的 過來我們看看浴室 這一邊浴室也是原裝的間隔 洗澡的時候如果你不想看電視 你還可以欣賞一下外面維港景 又或者南北勒海峽 下面方方正正那個 就是西九文化區上面的故宮博物館 浴室的另一端也有淋浴位置 整體你可以看到這個主人套房 兩邊都是窗 極為明亮 不開燈都一樣光亮 然後我們換個角度看這個飯廳位 整體是非常非常闊、明亮、大氣的 客廳的另一端就是房間位 我們一起看看第一個客廳 大約是54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7呎 長度是7.7呎 這裡都是坐擁兩邊海景 非常舒服 放了大床之餘 這邊還可以做一個很深厚的大衣櫃 你看看 做到上頂啊 真是用盡樓底高的空間 非常聰明啊 旁邊這裏還有另一間房 漢膜是68.5平方尺 闊度分別是8.9呎 深度同樣都是7.7呎 這邊是多看藍巴勒海峽 嘩,好舒服啊 做功課做得累 可以讓眼仔在這裡休息一下 看一些軟的東西 個人精神了 這邊同樣做了個滑架床之餘 亦都做了個大櫃 收納位很好啊 旁邊這裏就是工人套房的位置 未介浴室 約貌是25.1平方尺 方方正正,好好用 這裏就是浴室的位置 收納的空間是非常充裕的 工人房同樣都是有窗的 這種方方正正的工人房 擺位絕對沒有難度 在這裏住兩個工人姐姐 都還會有位置靜的 Corridor的另一端 旁邊還有一個客廁的位置 保養得非常好 同樣都是有浴缸的 這邊還有電視仔 這種極優質的豪華裝修海景單位 市場貨賣是非常罕有的 這家屋除了連裝修賣之餘 業主還可以傾傢 有興趣的話 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看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